來 現在是星期五晚上 好累喔 然後感覺像分手雷彩一樣 我們現在在哪裡 小溜球 好像說久不久 說短不短 其實我們兩個月 已經來第三次小溜球了 超多的 這一次就是我們第三次的小溜球 這一次的行程很簡單 主要就是要來介紹我們的民宿 那為什麼是我們兩個呢 因為我們兩個漂亮啊 想怎樣 在哪啊 欸 有一個籌拿出來 笑子 那我們這一次呢 很特別的就是住在一間 小溜球新開的民宿 叫做什麼 東興 沒錯 就是東興 你覺得它怎麼樣 我覺得它都是獨棟獨棟的啊 而且本身風格蠻簡約的 獨棟的有什麼好處 畢竟不是連在一起 所以它聲音可能就不會那麼大聲 就是晚上盡量比較喧嘩 沒錯 我覺得有點微工業風 對 有一點點 它的工業風不是說它裡面 有一些螺絲或什麼的 色系的採光 還有什麼比較偏那種風格 這邊總共呢就是有八間 兩間兩人房 六間四人房 我這一卡講了大概一分鐘 然後我要重新補充一下 我剛剛是說兩人房有兩間 這是錯誤的 兩人房呢總共有三間 然後它四人房的話有幾間 五間 五行喔 五行 金木水火土是不是 沒錯 對 我呢缺金 好 拜託 大家歡迎夜配寶丹丹呢 我也缺金 好 妳 妳應該缺很多 我缺金 這是我們的新的視角試看看 然後它們的取名方式其實蠻有趣的 像這種土星啊 星星這樣子 天文迷的話會很奇怪 真的嗎 你是天文迷嗎 沒錯 OK 開門 這邊就是它們的那個 沙發 其實就是小小的啦 它比較想要隱造那種 小小氣氛的感覺 電視空間距離這麼大 人家常常說什麼 看東西要距離怎樣幾公分 30公分是不是 40百 喔 不好意思 反正就這樣有一定的距離 看這邊超遠的耶 好 然後我們去二樓 這間是兩人房 兩間房長這樣子 是不是非常的簡約 同業 有涵喔 講真的它的格局可能不是最好的 但是我覺得 製作出是蠻重要的 對啊 我們現在要來我們的火星 這個是四人房 這也太舒適了吧 它其實兩邊沒什麼格局差別 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從左邊摔到右邊 右邊摔到左邊 3 8 3喔 6 感受到你的累了 假說你想要跟對面的 這顆傳輸 你看到你旁邊這間這間的人 不要偷偷做壞事啊 如果剛好兩棟住的人不一樣 你們就可以當連儀來 你們到這邊喝喝小酒 然後吃點下酒菜 聊天聊八卦 玩撲克牌 這也其實都很適合 很適合的 對啊 而且它有兩桌啦 所以連儀可以來這邊 有沒有 游泳池 所以可能會有點曝光 它主要就是開放九點到晚上六點 它不是很深的那種時機 給小朋友這邊安全性會比較高一點 它這邊還有衝腳區喔 雖然我不知道這設置的點是什麼 如果大家有需要衝腳的話 可以來這邊衝腳喔 這邊來一下十六噸好了 現在是星期五晚上 一噸好了 一噸好了 好啦 這邊請給你們 來一點 六噸而已 這裡就是接待室 可以看電視 還有卡拉OK喔 喜歡的人可以去上卡拉OK一下 高歌一群 偷偷講 其實還有麻將 那裡 還有麻將 其實這邊應有盡有啦好不好 如果需要買麻花卷的話呢 老闆這邊也可以幫忙處理 對 對 我現在在買麻花卷 然後我來這邊比較常吃二伯母啦 但四次不知道什麼都吃 旁邊有很多四次包 對 我覺得我後來有吃那個梅竹 我覺得超好吃的 然後因為這次還要買一些給人家當伴手禮 這次來吃看看琉球寶 我覺得可以試試看別家 好 問你們試試看別家 你今天給機會 好 那就這樣 掰掰 我覺得齁 小琉球是一個這樣的地方 它也許會有很多的店開始 也有很多民宿 那大家應該就是要一直去嘗試看看 那男朋友可以嗎 應該教得到再說 好啦 教不到就不要講 呵呵呵 七月了 小琉球滿熱的 大家記得 來的話要記得那個防曬 然後坐船要小心 因為你肩才很吐 剛好 什麼車 這算是我們第一次用DJI Pocket 3 來試錄看看Vlog 然後我們到時候再來試試看成效 可以看我們臉稍微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是在我們的 小琉球東西民宿 推薦給你們 啊 要訂閱就訂閱啦 好 就這樣 掰掰 學誰咧 掰掰